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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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是客用电梯 但是他当时记得就是有一部电梯是位于中间的 而且一直都没有人乘坐 反倒是两边的电梯都排满了人 他们就觉得是不是那个电梯只能够一用呢 或者是出了什么故障之类的 两人还真过去看了看 但是发现上面其实根本就没什么标识 所以他们也没想那么多 就乘坐了那部电梯 但是在电梯门关闭之前 他就看到旁边那两列排队的人 以一种很怪异的眼神看着他们 也不上来 就那么一直看着 随后门就关了 电梯大概又下去了两个楼层左右吧 就有一个中年男子推着一个穿病号服的老婆婆准备进来 可谁知道坐在轮椅上的老婆婆却说 这个电梯里人比较多 可能挤不下要换一个 但是当时电梯里明明只有他和姐姐两个人呢 他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就抬头去看那个中年男子 而那个男的也在看着他们 他说可以确定男人的眼神里也是蒙的 显然他看到的电梯内部也是只有两个人 之后那个男的在犹豫了一下后 还是退了回去 这时候他和他姐姐就没有说话愣在那了 等电梯再往下走的时候 他就在想 有可能是老奶的他眼睛花了 或者是看错了什么的 也是有可能的 之后又下了两层 电梯又停了 外面就有个夹着供恩包打着电话的男的 好像很急的样子 可是等他跑到他们所在的那部电梯口的时候 却说了一句 人好多呀 然后就转身去排其他的电梯了 这个小伙伴就不是特别理解 反正当时每一层只要一打开 旁边的两列都是排了很多人 但就是没有人上他们这步 除了刚才所提到的那个老奶奶和夹着供恩包的男人 但是按理说那个老奶奶的话可能就是老眼昏花什么的 但是那个中年男子显然没有这个必要啊 也不可能看错 所以那会儿他和姐姐在电梯里什么话也不敢说 直到电梯到了一楼 他们才默默地走出来 两个人大夏天的都感觉背脊发凉 他还问姐姐要不要把这件事告诉父母 但姐姐说还是别了 毕竟爷爷正在病危当中 如果说了这种事导致不吉利的话怎么办 所以那段时间关于这件事就只有他和姐姐知道 但是后来应该是过了挺长时间 姐姐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倒是觉得有可能是老人去世前的一种预兆 反正没过多久他的爷爷就在华西医院去世了 关于电梯的故事他小时候还发生过一次 他们那个地方呢叫康定 如果有不知道的小伙伴总听过康定情歌吧 他小时候就是在那边长大的 那是一个比较小的县城 而且是民族地区 所以都是那种矮楼房 可能移动不会超过七八楼的样子 然后就是在他读小学的时候 他们那修了一个类似于现在商圈的一个地方 但其实也不能叫商圈 就一栋楼而已 仅供娱乐的 有什么葬餐啊 茶楼啊 还有一些小公司 一共15层 算是当年他们那最高的一栋楼了 而在15楼的外面还有一个全透明的观光电梯 他说自己呢 作为山里长大的土狗就比较好奇 再加上班上的几个好朋友都想去看看 所以几个人就准备放学以后去坐一下 还说要从1楼坐到15楼 再从15楼坐到1楼 来回坐几趟爽爽 之后再回家 毕竟小孩子们对新鲜事物都这样 记得那天放学 他们过去正好赶上高峰期 但比较奇怪的 就是他们去坐的时候 好像全程都没有任何人上来或者下去 我们都知道如果电梯在运行的过程中 外面有人按的话就会停下 但当时真就一个人都没有 就这样他们从1楼坐到了15楼 等电梯开门后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茶楼 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前台 然后又看到了很多人围坐在门口 一边打麻将一边喝茶 还挺热闹的 之后他们就按了1楼又下去了 但是他们坐到1楼就察觉到了一件怪事 就是我们平常坐电梯到几楼 按完按钮它不是会亮吗 可是刚才他们就发现那个电梯15楼的按钮 并没有正常亮起来 而这时候呢 电梯又在往上走 并且整个楼层案板连一个楼层都没有亮 他们当时按了很多下都不行 于是就想说是不是电梯失灵了呀 没办法 几个人就只能待在里面任由他上去 可最后电梯却停在了14楼 开门以后外面是一条很长的走廊 旁边全都是办公室 有的人就拿着工作文件 有的则是在打电话走来走去 反正都是很忙的样子 他们那会就觉得都到14楼了 那就接着坐着玩呗 反正14楼和15楼对他们来说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于是他们就没有继续再往15楼走 而是直接下到了1楼 几个人就说 在最后坐一趟咱们就回家 然后他们又按了15楼的按钮 不过这一次那个按钮倒是亮了 可是过了10楼快要到了的时候 那个按钮就突然熄灭了 电梯又停在了14楼 他就觉得有点怪怪的 因为他们第一次都上去了 为什么第二次就不行呢 难不成是这个电梯有什么问题 再加上那会年纪小 也没往灵异那方面想 直到14楼的电梯门开了以后 怪事来了 这一次他们看到的场景 里面的东西跟刚才一样 但是氛围却很诡异 依旧是一个长长的走廊 跟医院里的走廊很像 两边都是办公室 但是所有的灯都关了 唯一的光源就来自于他们所在的那个观光电梯 因为电梯本身是透明的 所以就有自然光照进来 刚好就是一条直线 就看到14楼越往里面就越黑 一个人都没有 他和几个同学就觉得震惊 于是就把那个电梯门一直按着打开 刚刚我们下去的时候也没有人跟咱们一起呀 为什么这会儿突然就没人了呢 其他几个同学就说出去看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别的电梯或者是通道 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他们集体下班了 于是几个人就走出了电梯 可是等出了以后 他们就看到旁边是有一个封闭式电梯的 而在这部电梯的旁边就是一个安全通道 所以相当于是整栋楼在他的认知范围里 就只有这两部电梯 一部观光一部封闭 接着就是那个安全通道了 也正因为这样他就更想不通了 因为他们第一次到14楼的时候 看见整个办公室的门都开着 大家也都在忙碌 如果说都统一下班的话 那也不可能只坐那个封闭式的电梯 或者去走安全通道吧 而且他们来来回回一共坐了三趟电梯 在14楼停了两次 期间又没有任何人上来过 所以加在一起的时间顶多也不超过五分钟 那这样来看的话 就算是14楼里的所有人都走楼梯坐电梯 也不至于一趟就走完了呀 反正关于这件事他也没太想通 而且那会贴吧正好盛行 他们就把这件事发到了上面 这里呢肯定会有人说 卧槽假的太扯了 你小学就会发贴吧 我还真去问了这个小伙伴 他说那会因为上危机课 大家都会围在电脑前搜一下像四驱兄弟呀 神奇宝贝这些动漫来看 然后那个时候就会有一些关于动漫的贴吧 一帮同学呢就一起在逛 后来就发现他们学校也有 所以就发了上去 但是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说他们为了博眼球就会编这种故事 还有人说在某个恐怖小说里看到过这样的情节什么什么的 总之就是三个字不相信 但他们几个人也不在乎这个 反正有些事情没发生在别人身上 他就永远都不会相信这是真的 而事情呢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如果有发生过类似经历的小伙伴 可以在评论区里发一下 今天的第二个事情来自于豆瓣的一片帖子 事情是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一个酒吧里 是发那天楼主去找做调酒师的朋友玩 而这个酒吧里呢只有一个厕所 够早的话 人站在吧台是能看见去厕所唯一的走廊入口的 但是不能直接看到厕所的门 并且这个入口只能通向厕所 没有别的路可走 厕所本身也是全封闭式没有窗户 因为他那天晚上在闹肚子 所以就很想上厕所 但是又有事想和朋友聊完再去 于是他就选择憋一下 继续站在吧台跟朋友聊天 想着一会儿聊完这句话茶就进去 当时他所处位置的背后 就是厕所走廊的入口 朋友则是面对着他 所以就相当于是能直接看到入口的 之后就在他们快要结束聊天的时候 他就听见厕所的方向有动静 转头去看就看到有个衣角的残影拐进了厕所 紧接着就是很清晰的关门和锁门的声音 因为是比较安静的酒吧 就算是在平时也能清晰的听到 他心里就很烦 想着早知道有人节足先登 他就先过去解决了好了 现在又要等 没办法 他只能回头和朋友再撤点别的 就这样又过了一会儿 他终于听见了厕所那儿 有人拧把手的动静 再加上当时憋得真不行了 都要拉裤子了 他就火速冲向了厕所 然后就发现了一个戴着压舌帽的客人 正在走出走廊 他就想当然的以为 这个人就是刚刚他所看到的 那个衣服残影的主人 可是等他去到厕所 却发现门是被反锁着的 他心想难不成他们是两个人一起上的厕所吗 还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已经有人动作比他还快先冲进去了 于是他就敲门确认 哎你好 请问里面有人吗 但是没有任何人回答 之后他就直接用力拧门把手 是非常用力拧到底的那种 但还是打不开 所以他确定门真的被反锁了 并且此时他已经避到极限了 就开始狂敲门 朋友忙完了也过来帮他敲 说您好 这边有位客人闹肚子了 您大概预计还有多久上完呢 您看要不要先让这位客人去别的厕所 可里面还是没声 他这时候就有点生气了 心想着什么人呢 硬个声不行吗 但是又真的很着急 他就打算赶紧去到外面上完了再说 然后就在他路过刚才那个压身帽客人的时候 因为实在咽不下这口气 他就问那个人说 你刚才离开厕所的时候 里面还有人吗 那人就说我也没上城 里面有人能被锁着 他就赶紧告诉朋友 说这就意味着第一轮进去的这个人一直没出来 朋友呢依旧很疑惑 就继续敲门 但他已经憋不住了 就直接飞奔出了酒吧 去到隔壁的理发店上厕所了 之后他蹲完坑还顺便洗了头发 前前后后大概花了一个小时 中间他还微信问朋友这个人有没有出来 朋友说没有 直到这个时候他们还猜呢 要么这人特傻逼 在厕所里待着就是不出声 也不考虑别人 要么就是这人痛惊了疼到没办法出声 或者是身体出现了什么状况昏了过去 因为当晚酒吧里全是女客 所以他才这么猜的 然后他就和朋友约好 等自己回来就尝试破门 而朋友也去联系了店长 问厕所门的备用钥匙在哪 但是直到他回来 里面还是不出声 他就说您好 我们要开锁了哈 接着他就插入钥匙转了两圈 门把手很顺利的就被拧开了 他那会一边推还一边想着 如果里面这人晕倒了 是先打110呢 还是先打120呢 然后里面没有人 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紧接着第二天又是和厕所门有关 他朋友因为经历了昨天的事 就有点害怕 想让他过来陪陪自己 不过这次他俩倒是没碰到啥 但有个老顾客临走的时候说 他上厕所快出类的时候 有人在外面拧门把手 因为锁着门 所以外面的人就只是重复的拧 重复的拧 这个客人呢 又怕外面的人等急了 于是不过五秒钟就把门给打开了 可是外面根本没有人 他和朋友就懵了 一个人也没有 干干净净 也没有可以藏人的地方 也没有可以出去的出口 就是一个反锁上的厕所 这怎么可能吗 但是他俩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说咱们试验一下吧 有没有可能是门在开着的时候 半反锁 结果被带上了呢 因为他们酒吧的厕所门 是一般家里装修卧室的那种木门 锁也是那种拧一下就弹锁蛇的 于是他俩当场就各种调节 那个锁蛇出来的长度 再用力带上门 看能不能复刻这种情况 但最后就发现这个门根本做不到 这时候他俩都有点毛了 他还说难道我看到有人进去是出现的幻觉吗 可是就算是看错了 那我也的确听到了非常清晰的关门锁门的声音呢 那这门到底是谁在什么情况下锁上的呢 唯一能从外面锁门的备用钥匙 位置也非常隐蔽 只有当晚不在的店长知道这个钥匙在哪 而他在闹肚子之前厕所是正常使用的 所以理论上根本不存在门是从外面被锁上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朋友就跟他说肯定是有人进去了 因为我在跟你聊天的时候 确实看到了一位穿着红色衣服的客人走了进去 紧接着就听到了关门上锁声 此后这位客人就一直没有出声也没有出来 直到他们用唯一的备用钥匙打开门后才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朋友还说其实他的印象里 这一晚来店的客人里面并没有穿着红色衣服的 之后他再往外一看 整个酒吧里所有的人都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可是每一个人包括当时他和朋友都离厕所非常远 绝对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回去的 更何况老顾客根本不知道之前发生过的事 所以一切都非常的让人想不通 而事情呢到这里就彻底结束了 虽然不是很吓人 但如果真是我们亲身经历的 那可能就有点后怕了 下期预告豆瓣灵异帖 好了这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啦 如果有喜欢的小伙伴 还请多多三连支持一下 如果有相关灵异经历的 可以后台直接私信阿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